你 等一下那个男孩先举杯 那今天你就是我的女朋友 如果等一下那个女孩先举杯呢 那 明天你还是我的夏老板好吗 我对挣钱其实没那么感兴趣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对你啊 那天在医院你不是都听到了吗 我 我 假装记不住了是不是 那我再跟你说一遍 别别别 你别吓我 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啊 什么叫开玩笑啊 你是女的 我是男的 我们都年满十八而且单身 怎么就不能在一起了 是 你是年满十八但是 你年纪太小了 我年纪是小 可是你都没有试过 怎么就知道不合适呢 我 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觉得我现在 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就是 很多事情还没有我留清楚 然后 我没有办法不顾后果地去 像你这样轻松做一些决定 你明白吗 一个人做决定 就这么困难吧 你这 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了 就 看看吧 你看 你看那边那对男女 不管他们昨天或者明天 会发生什么故事 但是他们今天在一块很开心 对不对 我们再来打个赌吧 又赌 你赌上瘾了你 是你不敢做决定 所以才要交给命运 你看那边 你看 那如果 等一下那个男孩先举杯 那今天你就是我的女朋友 如果等一下那个女孩先举杯呢 那 明天你还是我的夏老板 好吗 那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我都 你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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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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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忆